正常的一种打法 也就是说你要依托着你的一个烟雾 然后跟敌人保持一定的距离 去缓慢的推进 因为你本身的话一个防卫 他的一个火力输出其实是不太够的 就是单纯的一个短期输出是不够的 那持续输出的话其实从魔动意义上还是比较强的 因为他的一个HE弹有89穿 他可以击穿绝大部分的一个战略剑的甲板 除了一个劳利亚吧我记得 劳利亚的话甲板好像100多 你穿不了 那其余的话就都能穿 所以说防卫在HE上的话可能会比起 比起其他的一个巡洋剑的话 可能会对战略剑的一个针对性的话 可能会更强一点 对吧更强一点 直伤的话可能会更强一点 而且点火率的话也不算太低 那本身的话你会发现 防卫点上一个监督者之后 维修小组是4个 然后烟雾是6个 那我实际用下来的话 其实你烟雾疯狂的点的情况下 你大宝剑用的都比烟雾快 就是如果说你没有保持一定的距离 就是走位比较激进啊 或者说麦头走的时候 大宝剑吃的速度还是比较快的 所以说一般来说你是不用太担心烟雾不够用 你就可以随便用 然后你要一个小心你的一个烟雾距离啊 就是你在烟雾里面开炮的话 是11.2 11.2 然后你的隐蔽是10.1 就刚好是差了1.1公里 所以说你在烟雾或者说你脉头推进的时候 你还是比较怕 比较怕一些驱逐剑 就是能点亮你的文艺 在烟雾能点亮你的文艺 毕竟的话你在烟雾里面啊 特别是在脉头的情况下 你是没有办法做激动的 就做太大的激动 所以说你一旦在烟雾里面被发现的话 你会感觉非常的难受 所以我才说啊 我才说这一个防卫的话 在那一个要控制自己的一个交战距离 就是小心的不要让对面啊去 就是不要让对面在你的烟雾距离里面啊 特别是驱逐剑 那如果说你卡在山后的话 那倒还不是什么太大的问题啊 卡在山后的话那倒还无所谓啊 因为有些时候啊 有些时候如果说像航母啊 或者说呃就是当你开烟的时候 烟雾距离里面没有敌人的情况下 啊航母过来的话 你拉椭烟其实航母对你的威胁性还不是很大 相对而言啊相对而言 短影性短影性说实在啊 防卫作为一个0.015的一个英国短影性 不是打不出核心 横船的情况下一般也能打出核心 就短影性的话 更多情况下是因为它的一个水下核心啊 就水中弹的出 呃出现的概率被大大降低啊 这样降了一半多一点 因为正常的一个影性长度是0.033 然后防卫是0.015啊 刚好就 打了半折对吧 打了半折多一点多一点 所以这个水中弹的出现的概率会降低 那其一的话正常的一个战略剑啊 就算是内缩的话 你防卫能打也是能打 但一般也不考虑 因为防卫这文艺啊 村生也是不太够的 村生也是不太够的 就出场村生的话就600多吧 我记得 所以说防卫这艘船在HE上是比较啊 对战略剑有奇效 那AP弹的话 对正常的一个巡洋剑的话 其实 短不短引性 没有太大 不能说没有太大区别 就是有 但是区别不是很大 我个人就推测 推测可能 没有那么大 巡洋剑的话 也不靠水中弹吃饭 对不对 一般 一般巡洋剑也不靠水中弹吃饭 所以这一个短引性的话 从某种程度上 其实 嗯 就有影响 但影响不大 那你会发现在这个距离上 对吧 在这个距离上 我现在是 就是跟对面的一个被发现的目标 保持一个 保持一个中距离 就是在11.1公里 烟影距离外 对吧 跟他们做交战 然后通过拉烟的方式 去白嫖对面的血量 有些人会觉得说防卫这时候存起 呃有有吸血的嫌疑啊 我不否认 对吧 但是吸血吸血 其实你要看什么叫做吸血 这个后面我可以讲一期 但一般来说就是 呃通过队友的一个白嫖视野 什么叫白嫖视野呢 比如说驱逐剑的那种白嫖视野的话 那我觉得那不叫吸血 当然这一把的话 你看是纳布勒斯和蒙大拿 以及其他的一个巡洋剑和战列剑 通过他们的肉针点亮的方式啊 去点亮对面 那这时候确实可以说啊 可以确实可以说我在吸血 吸血 其实这艘船 呃之前我有说过啊 就是防卫的话 他本身作为一个巡洋剑 核心高度高 然后唇头大 但是不长 意味着你很容易吃半伤 加一个核心啊 因为他也没有一个铁下巴 没有铁下巴 所以说 唇头大意味着半伤 吃半伤的概率高 然后核心高度高的话 而且唇头不长的情况下 那就意味着你的一个唇头 没有办法 或者说呃有较大的概率啊 可以从船头啊击穿到核心去 所以说防卫这时候船 看见战列舰 近距离看见战列舰还是挺恶心的 出核心的概率可能 应该会比德明高啊 应该会比德明高 现在的话大宝剑 你看大宝剑我现在有四个 然后一个烟雾的话六个 但是烟雾六个六个 其实 大宝剑四个和六个的话 后面如果正常情况下在追人啊 赶猪的情况下 你大宝剑吃的还是会比烟雾快 赶猪如果对面跑的快的话 你肯定是边走 边麦头 冲锋的情况下 边攻击 那你的烟雾的话其实 就没什么用了你知道吧 烟雾就当那时候就没什么用 那这边的话你会发现对对对面的人 所有的人都挤在一个 挤在一个 一个西点啊 就有点离谱好吧 我觉得有点离谱 全部都挤在这边 那吉夜的话 我是觉得那不论是一个人打吉夜 不是很难打 不是很难打 只要距离够 能通过副炮和主炮的方式啊 去攻击这个吉夜的话 再加上我的一丢丢的一个火力补充 我觉得 那不论是应该不会打不过吉夜吧 应该不会吧 但不好说啊 因为吉夜本身的话 他的一个DPM啊 作为一个高爆弹啊 能穿 那不论是撤甲的一个 炮弹啊 他的一个 呃高爆弹的一个火力也不低啊 高爆弹的一个火力也不低 所以说 应该是混血的过程 就是那不论是不一定能稳吃一个吉夜 不一定能稳吃一个吉夜 那这边你会发现发现 这一把里面对吧 这一把里面 因为只有一个驱逐舰吗 所以说 我只要小心这一个驱逐舰 以及这一个吉夜的话 一般来说我拉烟是不会被对面发现的 就算这一把有航母我也无所谓 有航母的话那对我来说可能 呃从摸中意义上可能会更好 因为航母可以为我们提供视野 但是我们拉烟的话 对面的对吧 对面的航母也不能在烟雾里面 我们在烟雾里面他也发现不了我们 就是我们可以进行一个一种白票 哎 春云过来了 那春云过来的话 我们就要小心他 小心跟他保持一定的距离 不要开着炮开着炮 发现自己在烟雾里面亮了 对吧 而且说实在的 防卫作为一个跟马赛一样的炮塔前置 而且向前骑射角很好的一艘船 很少的一艘船 在追击人的时候啊 吃雷的概率是比较低的 就 因为你麦头嘛 麦头的话吃雷总不会一次性啊 对 除了那种一样子雷对吧 不然的话你顶多也就吃一颗到两颗吧 麦头的情况下 就算白角度的话 你回正也不会啊 一次性吃很多的 这这点其实 对马赛和防卫来说也是很好的一点 对不对 反正我们这边的话都不急着推 所以说为什么说 防卫在很多情况下 是要跟对面保持一定的距离 就是能让你啊 通过队友的一个点亮视野 然后通过你的一个烟雾去 白嫖啊 就那一个叫 增加你的一个消耗比 消耗比 就你 你打别人一万啊 对面 只能打一千的这种啊 就通过 通过一个 叫什么来的 呃 高的啊 高的一个消耗啊 暂损比啊 去取得一个优势 取得一个优势 而且你看 烟随便用 真的烟就随便用 不用贪心 真的不用太担心 一个烟雾 一个不够用的情况 因为你像 这一个烟雾的话 冷却时间是60秒啊 一个周期的话是 80秒 对不对 66加15啊 作用时间它是不会冷却的 就是消耗品的作用时间15秒 再加上一个冷却时间66秒 我们就当上 他是个80秒 80秒一个周期啊 呃 比一个大把剑还 还长啊 欸不对 跟大把剑一样 大把剑一样 因为大把剑的话 是28秒加57秒 这是一个周期 那刚好的话就差不多 差不多 但是大把剑的话 使用的 使用的那一个限制 就没有像那一个烟雾那么的 也不都可可吧 就 大把剑啊 使用的 使用的条件还是比较轻 比较 昆松的对不对 比较昆松的 那我这边的话 我们说 刚好啊 被那一个开炮烟雾 烟雾 影距离啊 开炮被量的话 就可以知道 对吧 就可以知道对面的一个村云的话 刚好在这一个 这一个地方 对吧 就刚好在我们的烟 影距离内 我们保持一下卡的山 进行一个输出 只能说慢慢打 这一把其实也不是多出色 我只是说 这一把的话 还是比较能体现出一个防卫的一个 一个 打法特性 打法特性 你觉得像防卫的话 虽然说有一个 一个十公里的一个高伤雷啊 但是四颗 只有四颗 而且他这个奇色角 不是奇色角 叫 鱼雷的一个 发射 角度的话 大概是25到24 大概25到24 不如圣文森特 但是他的一个鱼雷上浮距离的话 跟圣文森特又差不了多少 差不了多少 那一旦如果说你 你想要弄用 使用你的鱼雷啊 去打击对面的时候 特别是像战利剑 你要看对面的战利剑的血量 有没有下到 六万或四万以下 至少要六万或四万吧 因为你要知道你二十几度啊 二十几度的一个 鱼雷射角 再加上你一个高松的核心区 对吧 再加上你一个 不长又大的 箭手 你很容易 很容易 在你射鱼雷的时候 被人一轮爆核心 死掉 是有的 而且我 自己试了几下 这个概率很高 你看见没有 卡在山后 卡在山后 其实就是有这个好处啊 拖刀的话 拖刀的话 嗯不好 就是在某些情况下 你是不好跟对面 保持一个适合的交战距离 因为拖刀也是最简单的嘛 防卫作为一个大学的话 你要拖刀 现在我说无所谓 确实无所谓 但是因为他泡打前置的原因 那泡打前置的原因 我更倾向于拿他去打一个进进攻 或卖头的姿势去打一一种输出 就防卫的话 他本身作为一个向前骑射角20度还是25 24度啊 22度 然后向后骑射角是 是25度的情况下 就比绝大部分啊 巡洋剑好 然后你再通过一个距离啊 去增加你的一个生存性 我觉得没什么问题 没什么问题 但是就因为 因为防卫的一个泡打前置的原因啊 我更想对吧 我个人是更想要拿他去做一个推进的一个船 没想到这边的话 你看打了打了半天 打了半天 跟纳不勒斯的吉野打了半天 结果两个人血量还不少啊 而且 而且 真的就 没有没有谁都没有打死谁啊 但这个距离的话 吉野已经打不过一个纳不勒斯了 最好的话也就 拿鱼雷互换 对吧 因为吉野有水停 纳不勒斯没有水停 但是双方都有雷啊 双方都有雷 都有吃雷的概率 但是吉野在近距离的话 因为纳不勒斯的一个90神报 可能没那么有用的情况下 他的一个152152的一个大口径 也不是大口径吧 叫中口径啊 或者是群羊口径的一个复炮啊 有四十串吗 那一个复炮的DPM也不算低啊 不算低 那挺好的 这把慢慢打 而且还有一个罗得道啊 说到罗得道啊 已经 已经可以买了 对不对 后面的话 我也不知道罗得道怎么样啊 等资源够的话 放出来 那应该可能半年后吧 除非我运气好 运气好 可以用金币抽出来的话 一般我也不会去管他 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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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吗